今天的嘉賓Sandy為了令年輕人有機會達成出書的夢想 在十四年開始落手落腳協助他們盡情發揮創意 眨眼十幾年就過去了 這個活動原來都去到完結的時候了 歡迎我們自發作的創辦人Sandy今天來到 也帶了很多不同的作品和我們見面 和我心目中是有些不同的他們的書的概念 稍後再和大家一起分享 但首先想Sandy跟我們說一下 自發作這三個字為何有引申到這個項目出來 裡面的有什麼意思 其實因為一直都 我觀察到我在那些藝術教育活動裡面 很多青年創作人經常都很想我渠道出書 而我在旅行的時候會看到外地的青年人很認真 但是拿一些手作的作品就在現場展覽和記獸 價錢都不低 然後我就會令我想 為何香港不可以嘗試做這件事呢 當我回到香港的時候 我就找了一間油麻地的獨立書店 我就跟那個經理Amanda談 我就說我很想搞一個活動 一方面是展覽 另一方面是會記獸的 Amanda就說 好啊 因為其實亞洲區都沒有什麼 一些單位在做這件事 於是乎我開始去構思的時候 我就會想 其實很想這個活動 能夠讓青年人說自己的聲音 說自己的故事 而且是要發掘你裡面一些元素 可能是你心底裡邊一直都很想說 但是不敢說 或者可能你會想說一下身邊社會 那樣東西 那第三呢 就是我更加覺得的就是 不要只是說字 不如做它出來 所以你要透過作動 就是要去做它出來 然後呢 甚至乎另一方面就是 你要跟身邊一些不同的單位 是有合作的 譬如可能你會跟你差不多 同年幾的朋友會交流 甚至乎我們如果這個活動 去到書店記售的時候 其實你都要跟書店的人去合作 所以整件事情是想好像 除了你說你自己的事 做創作之餘 其實你是會好像有很多 一個一個這樣的朋友 連結在一起 所以其實同時都好像一個 創作的運動 有沒有年齡的限制 你參加這個運動 其實是有的 但是其實就開始提升 因為開始多了 那些三十頭的朋友 都很想繼續做 所以你將年紀的層面提高 是的 十七至三 以前呢 開頭呢 開頭的時候就去到二十九、二十六 但是現在就會開始是十七 去到三十五歲 你有沒有察覺 為什麼年齡層會擴闊了 問得好 因為我覺得初初二十六、九歲的朋友 可能是當時香港 沒有太多一些藝術活動空間 但是去到三十頭 現在在香港 我覺得二十六至二十九歲的朋友 已經有很多活動想搞 但是三十頭的朋友 可能他又進入了另一個人生的階段 然後他們又會開始覺得 玩過的東西又已經滿足了 反而他開始有一個空間 他想試一下一些 他以前想過但還沒做的東西 所以開始有些朋友 就開始 經常都會問回 可不可以 超個零再參加 既然有一班朋友 三十頭都想玩的時候 我又覺得還可以 因為三十五歲 其實都是青年人 所以我就開始延伸去到三十五 但是又不可以再過了 為什麼呢 不然就十七至四十 那個階段就會太大了 但不會覺得 其實就算我去到四十歲 或者年紀再大一些 我依然都是 很有空間去探索自己的聲音 或者我有東西想發表 那個可以下一個project搞 你們現在想幫助就是一些 真的比較可能在資金上 或者經驗上比較少的人 所以就會專注於年輕一點 沒錯 其實你是由零五年開始的 這個運動 其實都已經十四年 但很有趣 今屆是第十屆 我一直在想 為什麼 問得好 通常很多人都計不到這條數 其實是因為去到第六屆的時候 即第六屆之前都是逐年逐年搞 但去到第六屆的時候 剛好我有另一些project 關於一些社區藝術的東西 又衍生了出來的時候 那真是你剛才所說的資源很有限 我搞不定 所以就開始覺得隔一年 而且隔一年都有一個好處 就是令到一些朋友仔 好像是先放空一下 然後再來的時候 其實它有一點點refresh了 就不會說 好像去年剛好某些書出現完 但它還很有印象 就立刻來報 所以就覺得現在一年都是好的 我想問你們會不會 譬如你今屆參加了 下屆就算你再有題目 我都不行了 要給其他人還是都不行 我會以題目來挑選 其實早年事實上 是我們會給一些創作人 可以報兩次的 因為那時候不是太多人報名 但去到後期 真的太多人報名的時候 就想給一些機會給新的朋友 所以就去到第五、六屆打後 就不能再重複再參加 你每年會有大概幾多人參加 然後你當中選幾多個 才有機會可以參加這個運動 是 最初的時候第一屆 和第二屆就很幸福 基本上是報名就可以了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很多人報名 或者知道這件事 但去到後期 就開始我們要搞一些 叫公開簡介會 就給大家聽完之後 就交一些Dummy來 然後我們就看著它的Dummy 就估計 在接下來半年的時間 能夠做得起 某個數量的Copy 所以就試過有收四十幾份 或七十幾份 但裡面我們後期 就只可以選到二十份 或二十一份 那為什麼會二十份 或二十一份呢 其實因為都要看回那個 書店的展售空間 我們不想大家太逼 所以就有個Quota定了 後期就更加要 你們是每年都會有一個主題的 其實我們沒有主題 那主題就是自發作的 所以變成了任何東西 你叫一些人都可以的 是啊 總之是他想做就可以 因為其實那件事就是自主 所以他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甚至乎三級都可以的 因為其實書店會自己 決定那個擺位 擺位 擺位 安排會怎樣 那在這十屆裡面 你有沒有察覺 那些題目上面有什麼不同了 其實我反而想說 那些題目大致上那個類別 是每年都會有的 例如通常他們最有興趣是想說什麼 一定會說自己的一些身邊的人 即一些所謂叫做私物的東西 例如可能自己的家裡 自己的心裏面對某些事情的看法 即一定有一件事就是自己 那如果第二個類別的 就會可能是跟社會 他很想說現在香港的傳統手工藝色味 他很想去保留 又或者是他很想說 譬如某個年代 香港有些社會運動發生 他怎麼看現在香港 那其實就題目 我覺得界界都差不多 不過因為他演繹出來 或者他那個書樣不同 會令到大家 不會立即覺得是一樣的 一定 但其實我想說 這十屆這麼多年的青年人 其實同時間都說 香港這幫青年人 其實是一些什麼的 他在關心什麼 所以我覺得自發作很有趣的 就是不只是書 其實你都見到 十幾年來 香港的青年人 其實他們的背景 或者他們想說些什麼 特質其實好像一個archive 其實都是一個見證 是的 就是這十年裡面 我想大家 而且我也有關心的東西 譬如關心自己 譬如我有時候 都見到你們有些作品 他們很多時候是 譬如自己的情緒上 引發會有一些東西 很想表達 然後譬如身邊的親人的利勢 而令他們反思的一些東西 譬如我看到 今年其實有很有趣的東西 譬如可能馬戲團 或者是一些畫 用手指作的畫 其實都不一定是書 不一定是文章的東西 其實什麼都可以 對 其實是不一定全部文字 也不一定是翻頁書 就算文字 有可能有些作者是演章 他會每本都手寫 因為他每本都手寫的時候 他的手寫的字 就好像慢慢是一幅畫 你剛才有說過 說他也要有一定數量的出版 每一本 大概的數量是 最早年就會有六十份 因為我們那時候可以寄買三站的書店 但是後期就開始覺得有些作者 前屆反映很吃力 於是開始收紮 現在就三十多半 因為剛才你又說到 他們是要手寫的 那我想問 其實我們平時出書 是可以印刷的 但是他們 譬如這三十本 他們全部都是要手寫的 一個產品 還是 其實有作者去選擇全部手寫 整件事情應該這麼說 他去決定了所有內容主題 甚至是製作手法 意思就是說 其實有作者是真的完全用印刷的 即是說他要去密析紙 要懂得跟廠、印刷、店舖去談 那件事情 怎樣保證的質素 由第一至第三十本 都是OK 適合他的心水 但是也有朋友覺得 他不想 因為原來他設計的模式 書樣是沒有辦法 有廠會做到的 或者是他很想自己去做 因為他做三十份或者六十份書 其實同時間都是一個治癒的過程 他想將創促的經驗變成 去處理自己一些情緒的事情 都不一定的 所以其實所有的組合 無論是印刷、手作 怎樣怎樣 其實都是作者自己決定 因為我看到有一些是很立體 真的好像我小時候做勞作的一些書 那一刻就想 他應該是每半都要自己做 才可以有這些效果 剛才Sandy就說到 其實什麼類型的書他們都有 但是其實怎樣幫助這群年輕人 純粹由一個想法開始 然後到最後有一個完成品 稍後回來繼續請Sandy 走 走 休息 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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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